哈喽,大家好,我是Stephy威斯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黄瓜辣泡菜 材料有黄瓜、洋葱、萝卜、青葱加韭菜、盐、水、糖、烤芝麻、蒜米、韩式辣椒粉和鱼露 首先黄瓜洗干净,却三段 留下一寸的位置,却十字,分成四边 将四周擦上一层盐,腌制大概十分钟 另一边,我们准备好青葱加韭菜 萝卜丝,洋葱丝,还有蒜米 加入辣椒粉,糖,鱼露,还有水 搅拌均匀 最后加上烤芝麻,再搅拌均匀 带油 现在我们来看看黄瓜 已经出水了 我们用冷水洗掉多余的盐分 最后将馅料塞入黄瓜 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 你可以选择立刻吃 或者室温腌制两天 等发酵后再吃 我本身更喜欢就是刚做好那个清爽的口味 很多人问我关于食材在哪里买 我通常都是在超市买的 当然有部分的材料是我的韩国妈妈给我们的 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虽然价钱通常不便宜 不过现在在超市都不能找到韩国食材 说着说着,我好像塞太多料了 塞太多料会比较重口味哦 不要学我 完成了 剪下头部就可以配饭吃咯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食谱分享 我是Stephy 威斯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啊对了 别忘记按赞 分享和订阅我 我是Stephy 威斯 下个影片约定你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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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